没想到点赞这么快就过一千了 话不多说 马上就上奶队拉口岸 走 哎呀 怎么了 马上回报吗 你给领导报吗 哎呦 我去看一下什么好吃的嘛 这边就往上走了 就是奶队拉山口了 我们这里往上走 还有一个小时左右 这段到 嗯 一个小时 当时那个印度它不是路径我们这边吗 它是因为我们去这条公路吗 还是 不是不是那条 那条同志 那边那边那边往里走 哦 那边那条 那边没有什么 那边以前没路 现在 现在是停止了 是吧 嗯 现在是停止了 是吧 是不给修了 是吧 修好了吗 现在 已经修好了 嗯 啊 嘎基寺 这么高的地方还进了个寺庙 哦 哈门这个地方 现在这里就是奶队拉口岸 然后这个座山后面就是印度了 奶队拉口岸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东南面 距西津的干托克约24公里 海拔4730米 奶队拉在战雨中的意思是风雪最大的地方 历史上奶队拉山口的贸易路线是长马古道的一部分 也是世界最高的公路贸易通道 亚东城是这条路线上最大的散步 山上驻驾着我们的边防连队 建议国家安全考虑 山上设置两道关卡都是合枪实弹的 严禁对军方设施进行拍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能拍摄的地方很少 到了奶队拉口岸也只能拍拍国门 希望大家能谅解 这边就是奶队拉口岸 这边过去就是印度了 这就是我们的国门 现在国门是封闭着了 过不去了 看完国门 我们下到山脚下的人青港编冒市场 途中会经过旧的人青港编冒市场 这里就是人青港编冒市场 今年一年都是因为疫情都是关闭的 06年随着中印关税的缓和 在奶队拉山中间的人青港编冒市场 也随之开放 中国编民池编农镇可以到 巨山口7公里的印方 仓谷零食编冒市场去 印方编民也可以 池编农镇到 巨山口16公里的中方人青港 零食编冒市场 进行商品交易 开放时间为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30号 每周一至周四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新的人青港编冒市场 建于三角下 由于今年疫情的关系关闭 北京原甩冒市场 第二个 石准 现场 里面都是空的了 山铺里面 这个边川市场不大的 基金也就是在 两三百米 这已经是尽头了 这边是中方的停车区 前面是硬贩的停车区 硬贩的停车区还挺多的 这台全部是 大家好 大家逛一下亚东县的步行街 现在是晚上8点多 走 晚上步行街这边不是很多人 你可以看到 但是气温也不冷 因为这边是海拔2900 比那个拉萨要低很多了 找一家饭店吃饭吧 现在还有剪头发了 发现这边很多穿菜馆 现在看一下战事馆船5 哇还是很有气氛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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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